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除了来真心详细我们的歌声给神之外 我们都是喜悦神的说话 愿意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众读神的说话 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八到十八节 《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八到十八节 也稍后林牧师和我们分享信息的经文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慢慢读这一段经文 第八节开始 路斯德成女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强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广道 保罗定睁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传遇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中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 就用呂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为雕丝 称保罗为欺二米 因为他说话领手 有城外雕丝庙的祭司 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中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 保罗以使徒听见 就斯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朱军为什么作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全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诗恩惠 从天降雨 上次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这些话 紧紧的拦住众人不限制于他们 我请林牧师 未開始之前 我也想特別用一些時間 為了剛才姐妹所提及到烏克蘭 香港 我想加到一個地方 北伊拉克 這三個地方 我們也想用一些時間 為了討告 烏克蘭大家知道 從新聞片段當中受到攻擊 當地的居民現在受到生命的威脅 也都是在當地很多的宣教士 很多的教會面對著很大的衝擊挑戰 讓我們在這個時候為了他們討告 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從香港來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的疫情非常嚴重 在這些我們看到新聞片段的數字 每一天感染的人數不斷上升 而且這只是一個官方的數字 更加有很多人都不敢讓人知道自己受感染 甚至只是留在家中 很多的相片看到很多的病人 在醫院的外面 甚至乎躺在地上 我們都求神施恩憐憫 如果大家在討告會當中知道 北伊拉克短孫隊 現在都是在北伊拉克做宣教的工作 當中有隊員受到感染 最新消息 再有更多的隊員受到感染 求神看顧讓這個短孫隊 德蒙自己神是保守 受到感染的 他們都得到醫治 未受感染的繼續保持未受感染的狀態 在教會當中 弟兄姊妹 如果你願意的話 前面是有一個失墊在你前面 你可以跪下 讓我們一起討告 如果你身體去河 你可以打開你的失墊 讓我們為到現在世界真的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是有這個我們需要更加的為去討告 用少許的時間 先安靜自己 願意獻上我們教會 為到剛才所分享的事情 一個的圖局 親愛天父 我們現在在美國生活 雖然我們都遇見很多的挑戰 疫情已經三年的時間 主要帶我們看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特別我們在這個星期看到 烏克蘭這個國家 受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攻擊 很多的生命已經是消失 很多人需要離開 主啊你都是看顧 給到這個地方的居民得到平安 這個戰火可以早日得到平息 我們同樣知道在當地很多的教會 很多的宣教師 繼續默默地為主你作供 在一個很不容易的環境之下 求主你加添他們的力量 讓在這個時候 更加多人都能夠看到 耶穌基督你自己的個個的愛 主啊我們都是唯有恭敬 為到這個國家 為到他們的居民討告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輕寒 神你給我們每天的恩典 求主你連問烏克蘭這個地方 我們來自香港這個地方 主啊現在疫情非常嚴重 最新的數字已經有萬多人 每一天受到影響 看到在醫院裡面一些的圖片 很多的老人家 天氣很寒冷 落雨 要睡在醫院的外面 睡在街上 睡在地上 等待接受醫治 也很多人因為這個醫院 已經是滿有很多人的情況之下 未能夠去到醫院去求醫 主啊你都是連吻這個地方 讓到真是所有的醫護人員 得望你自己的保護 讓到這個疫情 得到早日受到控制 主啊我們別無可誇 唯有誇的就是耶穌基督你自己 求主你都是恩代 讓到香港這個地方 是得望你自己特別的報仇 主啊我們都為到北依賴克 我們這個短孫隊託告 看到這幾位弟兄姊妹 Andrew、Steven、Kowlin 和其他短孫隊的成員 他們不顧自己的安舒 去到這個地方 為主宣告你自己的命 他們的隊員當中有人受到感染 面對著很多不同的衝擊和挑戰 求主你都是讓到受感染的隊員 都能夠早日得到治癒 讓他們可以平安的去平安的回 主啊你都繼續加點的力量 讓他們在依賴克為主你作的聖功 在眾人面前的好行為 讓依賴克的居民看到他們這樣不辭勞苦 犧牲自己去成就你自己的命的時候 你給到他們更加額外的力量 額外的恩典 主要我們都恭敬為到 我們所愛的這幾位弟兄姊妹 和整個的短孫隊獻上吐告 求主你越纳 求主你垂停 感謝恩主垂停我們 整個御語堂 同心為到以上事情的吐告 以上祈禱 好奉主耶穌基督命之祈求 Amen 大家可以坐回來了 今天我們繼續在聖經神的話語當中 說怎樣在不同的環境 繼續做主的見證 給你看這間屋子 這間屋子有什麼特別呢 這間屋子就是我在美國第一間買的屋子 做了三年之後 我和Colo都在想 我們也是時候去找一個地方 我們開始去想 就是怎樣去找一間屋子呢 我們都知道做了幾年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多錢 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講回那時候的數字 那價錢也可以買到屋子 我們打算買一間 大概是十萬元左右的屋子 十萬元可以買到屋子 十萬元可以買到一個廁所 但是我們看來看去 看不對 我們直接看到這間屋子 這間屋子 真的當時來講 是我們的夢幻之屋 我們的dream house 但是這間屋子 和我們心目中的預算有少許不同 它的價錢大概是二十萬 就是我們心目中的數字的雙倍 從十萬元去到二十萬 沒有可能 沒有辦法 但是當時我用一些計劃 或者計算數 不斷計算 連那些小豬錢鉗裡的斗鈴 全部都拿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然後又會還要想想更多一點 我问他,某某说,我现在想买一间屋,但不够钱了,你可不可以帮帮忙? 他又很快就说,没有问题,你要多少? 如果有些朋友跟你说,你要多少? 这些是不是好朋友?应该也是,是吧? 你又不是什么,可以有什么证明,有什么担保 你就说,OK,我就问他,借了少少钱 终于用人的方法,原本想买一间十万元左右的屋 这间很贵,20万元,怎么办呢?终于买到,就搬进去住 我成不成功?挺聪明的,是吧? 你不要赚我,为什么?这么聪明的,由10万元到20万元都买到 应该赚我聪明的两个字,挺成功的,真的挺成功的 但是我想起,在整个过程当中 在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是我人一些的智慧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完全没有想到神 只是用人的方法,去买到这间我心目中的梦想之屋 是不是一个很普遍,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成功了 成功了,挺聪明的,买到一间屋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会失去了见证 甚至乎,可能这是一个反面的见证 完全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人很聪明的 我用我的方法,可以解决到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我想回到经文 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使徒行转 这一章的经文,其实保罗是成功的 保罗能够医治天生却退的人,他成功 但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尽管看一看 去保罗这个人,他怎么样去处理 他人生之中其中一个的成功 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很宝贵 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都是有他的能力 路斯得成女,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强退的,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征看他 见他有信心,可得传誉 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你看看这三节经文,你看到有什么人在 两个人,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两个人,有人立刻 我说什么你都信了 不是,圣经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回圣经 两个人,大概上是保罗和天生却退的人 我们再从这两个人将他再组织一下 看看在这段三节经文当中 即管发生什么事 两个人,一个是保罗 一个是天生却退的人 第一件事,我们看到这个人 圣经怎么形容他 他说是两脚无力 从来没有走过 即是说他两脚 应该可能有些肌肉萎缩 可能完全是走不了 可能只是皮包骨 这个我们要明白 他根本上是从来没有走过 所以他去任何地方 要怎么样 有人要扶他 有人要帮他 如果憑着他自己 当时有没有电动轮椅 没有的 全部都是要人去帮他搬去 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去到路斯德传福音 开始看看 有些相对性的情况会发生 第二 保罗在这个时候 在路斯德传福音的地方去广道 你广道 如果下面没有人听 好像今天 只有我自己 我平时星期三回到来 那我就不会在这里 这样讲 45分钟、50分钟 没有对象 你不会讲 所以当保罗广道的时候 这个天生却退的人 他做什么 听道 说到 听到 好,再继续 在听道的期间 这个人 天生却退 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但在这个时候 他产生了一个信心 产生了一个信心 OK 挺好的 感谢主 但同样 你要再留意 保罗他看到 在众人当中 保罗不只是同一个人 保罗好像同一群人 说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能一百人 可能二百人 可能很多 但他在从众人当中 他看到其中一个 这个天生却退 他看得到 他产生了信心 接着 他看到这件事之后 保罗叫他站起来 不要轻看这件事 记住 这个人是天生却退 你叫他站起来 譬如这样 你会不会飞 Luleta 请你飞上天 行不行 不行 你见到这个天生却退 你竟然叫他站起来 接着发生什么事 从人的角度来说 这个人就继续 坐在地上 接着个人跟他说 保罗你 Are you crazy 你叫这个天生却退 我们认识了他几十年 他每天都是这样 你叫他站起来 你是不是开玩笑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的事就是 这人竟然站起来 跳起来 他不是说站起来 不是慢慢的 他只是跳 跳起来 几十年没有走过一天 竟然可以跳起来 并且行走 你觉得保罗 我说逐少少 你别解释 你觉得保罗厉不厉害 厉害 当然厉害 可以叫一个天生却退的人 他行了一个神迹 从人的角度来说 他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 Yes 如果你做了一件这么成功的事 你在公司里面做了一件 很厉害的一个project 你可能内心 你不会向别人说 但你内心 好像很满足那样 好像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样 其实大家 没有那么客气 没有那么客气 我知道在座当中 你们各个都有很多成功 最重要的我知道 有个弟兄 做了一段时间大风 家里面那些fans 吹坏了 接着他给我一些照片 自己建的fans 多厉害 哇 我觉得 如果你叫我 除了是 找那些 那些 那些膠纸 黏好了 可以fix到的东西 我只会做那么多 哇 自己这样 一组组组组组 砖的起高 很厉害 弟兄节目也在庄中 有人做生意都挺成功 很多很多 真的由零开始 建立一些生意 有些人很懂得投资 真是手头上的物业 真是由西面到东面 很多很多不同的投资 有些妈妈很厉害的 带那些臭的BB 特别真是 又又又又又 就是又又 尽美 跟着又肥肥巴巴 这样 有些妈妈带到的BB 很厉害的 所以 其实 大家 在人生当中 你们很多很多的成功的报告表 很多很多的成功报告表 你们那个履历 如果你数回 很多很多成功的报告表 但我们再回看保罗 看保罗做这几件事 保罗他做什么 刚才说过 道路斯德传福音 讲道 在众人中 看到这个人的信心 第四就是叫他站起来 刚才我们看过 但有时候我们要想多一点 他为什么会去路斯德传福音 哪一个给到能力去讲道 不是说你讲就讲 你讲什么 讲怎样煮饭 讲怎样去剪草 不是 他讲道 神的话语 他更加 越来越厉害 在众人之中看到这个人的信心 你能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 他可以 更加的叫他站起来 叫一个天生强腿 几十年没走过的人 站起来 当你去想这几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你内心里面有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 当然 原来 是有一位 差遣保罗去到路斯德 如果不是这个差遣者 保罗 未必会去到路斯德这个地方 第二 原来 有一位 是刺下自己的话语 给保罗 如果不是他刺下自己的话语 给保罗 保罗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你叫我说什么 我懂得起这个帐篷 我跟你讲一下 怎样去整这个帐篷 第三 他令到保罗可以看到一个内在的信心 更加 这一位 他能够给到保罗医治的能力 哪一位 我们知道 就是神 原来 在这三次经文当中 不单止是保罗和天生强腿的人 原来神都是当中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记载 但我们看到如果不是神做这几样东西 根本上保罗这个科学 是没有东西的 这次经文我经常引用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 作我的见证 当保罗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得着能力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否要令到保罗成功 目的就是令到保罗可以有能力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同样来说 对我们来说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目的不是令到我们要成功 我们不要搞错 圣灵降临在我们 我们得着能力 目的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得着这个能力 是令到我们成功 我们搞错了 弟兄姊妹 在保罗天生强腿 两个圣经里面有记载 我们看到有神在当中 我还想给大家多看一点 天生强腿 这几样东西 刚才说过 还有一批人 还有一批人 在这个记载当中 什么人 这批人 我们叫做旁观者 有一批旁观者在这里 圣经没有直接记载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批旁观者在这里 这批旁观者还有什么 他们看到的 他们看到这个天生强腿 他被医治 看到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看不到 是什么 他们看不到 天生强腿这个 如何被医治 他们就是看到 这个人几十年走不了 现在医治好 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 他们医治好 看到 但是他们看不到 这个是如何被医治 好了 你是保罗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各位 诸君 诸君 我保罗 医治好这个天生强腿的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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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说 叫我做帅哥 跟他说 如果他这么做 这帮旁观者 就会 哇 保罗 你很厉害 我想向你学习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 给个广座 我们给你二千元一个钟 给个广座 我们看看如何可以医治 如何做你的神职 好吗 保罗说 没问题 可以可以 所有的荣耀重赞 去了保罗这个人身上 但是如果 保罗做了另一个选择 他将荣耀重赞 归回给神 其他人看到 这帮旁观者看到 他就会将 保罗 原来不是你 原来是你背后的神 我都想认识你的神 圣经当中 有一支经文 他这么说 因为万有都事本于他 以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当保罗 当保罗 将他的荣耀重赞 归回给天父的时候 其他人看到神 更加的 神继续 将这个的权兵 这个的福气 继续这样赐给保罗 在这段的记载当中 使律行转去到路斯德 这个是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 因为保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他诚实都记得 张荣耀重赞归回给神 所以继续有第二次报道旅程 第三次报道旅程 保罗给神大大的使用 第一件事情想和大家说 当我们有一个成功报告表 在你手中 你记住还有两位榜上无名者 不只是你自己和你的受惠者 在你的成功报告表 你记住还有两个群体 第一个是神 你记住你每一个的成功报告表 神都在那里 第二 另外还有一班人是叫旁观者 旁观者如果我们再想多一点点 这班旁观者 我们可以叫等待救赎者 不只是你在那里 不只是成功报告表的受惠者在那里 神都在那里 旁观者都在那里 记住这件事 你每一个的成功报告 一定有这两班人在那里 继续看经文 中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 就用呂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神直着人形 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为雕斯 称保罗为希耳米 因为他说话领首 有城外雕斯庙的祭司 牵着牛拿着花圈 来到门前 要向众人向使徒献祭 我说一点背景 这个路斯德的地方 其实是主前六年 罗马帝国 将他归纳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特别派了很多的退休罗马军人 去到这个路斯德的地方 而当地路斯德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女高尼人在那里 这班女高尼人 他们有什么特别呢 他们说自己的言语 就是说他们自己的乡下话 更加的这班大部分 都不是受到那么多教育的机会 所以是一般的可能是农夫 可能是做一些 是真的比较是草根的阶层 所以他不是那么多机会受到教育 同样来说路斯德这个地方 真的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形容 满天神法 很多很多的神庙 很多的神法 而其中 雕斯是他们的守护神 他们很看众雕斯 曾经 这里路斯德的地方 他们有个传说 话说以前 有两个的神明 就是雕斯和希尔米 他们化成为一个人 故意去到路斯德的地方 跟路斯德的居民说 我们今晚可不可以借宿一宵 很多人都说 不要了 你去别的地方 不要烦着我 直至他们找到一家人 是一个老人家夫妇 这个老人家夫妇 看到他们两个这么可怜 就说不要紧了 你们在我们家里住 这两个神明 雕斯和希尔米 就是把这个老人家的屋 由一间原本很贫穷的屋 把它变成为一间 黄金屋顶 雲石柱的一间屋 变得很漂亮 而其他曾经 远拒过去的那些 女高利人 或者路斯德人 将她的屋全部去消灭 所以这个传说 在当地这个地方里面是很盛行 所以当他们见到保罗和巴拿巴 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神迹的时候 他们立刻想起这个传说 然后就说 哇 雕斯来了 希尔米来了 所以为什么路斯德的人 这么看众 一定是要给到 甚至乎要拿那些牛 拿那些花圈 要向这两个使徒去献祭背景 好了 做完一件神迹 你是保罗 你是巴拿巴 你会怎样去处理 人家说 给你肥牛 可能还有A5和牛 然后又有花圈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你会怎样 坦白从欢 抗拒从严 你会怎样 如果你是保罗 你会不会想 你会不会因言接受 你会不会因言接受 挺好的 又有肥牛吃 又有那些花圈 珍贵礼物 挺好的 因言接受 甚至乎 我们中国人很客气 很客气 比如人家请你吃饭 一方面就 不要了 然后你给一张单 你去给 一方面就不要了 然后给了 那怎么办 就是半推半就 好像很客气 但又想别人去请 但仍然会接受 会不会 第三就是 理所当然 在这个地方 我医治了一个天生强腿的人 理所当然 为什么不受 应该 那当然是受 那第四个可能性 喂 得名为主 我现在医治他 为主的名去工作 所以应该都要接受 是吧 即无论如何 都是接受 即简单地说 虽然你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 但你都会接受 当我们有一个成功报告表的时候 其实代表着 有一群受惠者 在我们身旁 这群受惠者 会把你推到很高 甚至乎 造成一个反地心吸引 将你可以浮起来 你有没有试过 被人赚得好像飘了起来 哇 弟兄姊妹 小心点 当你成功的时候 当你好像飘了上来的时候 你要小心 当你有一个反地心吸引 升在中间的时候 你开始 你看不到身 你会开始 看不到这群旁观者 甚至乎 你看不到这个受惠者 你唯一看到的 就是你自己 你觉得自己多聪明 我的经历 我的经历 能够拿到这份成功的报告表 我试过 我曾经做了一些事是不错 受到很多其他人的赞赏 我真的浮了上来 反地心吸引 浮了上来 我以前做一间公司 我以前做一间公司 一间公司跟我说 你做得很好 然后又加薪 又升职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这间公司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要一生都要 中心地在一间公司 去打工 在没多久之后 公司里面 当时有些叫做 all hands meeting 全体会议 就跟全部人 整个department 千多人 跟我们说 你们做得不错 但是呢 从下个月开始 你们将会成为 另一间公司的雇员 整个的division 卖给另一间公司 不是 你早前才跟我说 我做得不错 你早前才跟我说 你又升我职 又加薪 你今天跟我说 下个月 我就去第一间公司 那些人 当我飘到很高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成功的时候 突然间 整个division 买给另一间公司 令我想起 圣经里面一节的经文 诗篇九十篇 它讲到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仇烦 转眼成空 我们面如飞而去 我再想多一点这个经文 我再想多一点 他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赞上我们的 不过是短暂不实 转眼成空 他们便如飞而去 我讲哪一群人 我就是说 在成功报告表里面的受惠者 他可能曾经 将你捧到很高 将你 真是全世界唯有你 才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觉得你是最聪明 觉得你是最聪明 但你记住 这些赞赏 其实是短暂不实 转眼成空 同样来说 这帮赞赏你的人 在有日 他都会如飞而去 正如我当年的公司 曾经赞到我 令我飘起上来 但有日 这帮的受惠者 同样来说 都不会再在 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 成功报告表的受惠者 因为 为什么呢 这帮的受惠者 令你浮得很高 反地心吸力的人 他们有日 都不会在 继续看下去 第十四节 到第十八节 巴拿巴 保罗 以使徒听见 就施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哭着说 朱君 为什么作这事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全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 因凭晚觉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尝诗恩惠 从天降雨 上次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以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的 拦着众人 不献祭于他们 保罗在成功里面 看不看到神 看到吗 看到 大家都有留意经文的进展 看到神 他看到神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这位神是常施恩惠 他看到这位神 从天降雨 他看到这个神 上次封年 结果是什么 令到神看顾的人 是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弟兄姊妹 当你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想起那个原因 你有一个封年 你有雨水 你能不能想到那个原因 你有因为 你能不能够想到那个原因 在疫情期间 我就很喜欢去后院那里 看一看那些花花草草 那Colo跟我说 你是不是开始跟那些花花草草聊天 我跟他说 是的 有时候我都跟那些花花草草聊天 我不是傻的 大家不要误会 牧师你是不是在疫情期间 你可能少见了人 开始只是跟那些花花草草聊天 我相信我都 求求神的恩典 我应该还是正常的 但是那时候我在思想 当我看到其中有一个部分的草 不是草来的 那些植物 突然有一天很干 它曾经很丰盛的 曾经很翠绿的 为什么突然间慢慢 啡啡的黄黄的 然后我又不明白了 原来 在他地上那里 有一个水 一个Springler 坏了 那我靠底才知道 那我靠底换回去 换回去 换回去之后 他就会再重新翠绿 让我想到一件事 假如 如果我真的跟他聊天 他又懂得回答我 我估计他会这样回答我 喂 当他有水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喂 你看我多翠绿 那些小雀又飞来这里 哇 我在你种后院的植物当中 我是最醒最翠绿 但是其实 当他没了水的时候 他开始干 他有什么可以夸 有什么觉得自己是真是帅 没有的 他只会这样继续干下去 黄下去 给我们思想一件事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的成功是来自自己 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可是我们搞错了 我们的成功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保守 我们才能够好像得到世上这些的成功 保罗和巴拿巴 他有怎么看他自己 他是不是看到自己 喂我多好啊 成功的医治者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医治者 甚至乎 哇 劳斯德英雄 在劳斯德那个市政府 要颁一个最好的 结出市民奖 又颁奖 在Facebook那里 又被 哇 这个保罗和巴拿巴 不得了 是不是劳斯德英雄啊 甚至乎 他是不是一个受人尊崇的神明 保罗和巴拿巴 是不是这样看自己 但如果你看回经文 保罗他怎么看自己 保罗就是说 我们也是人 圣情和你们一样 原来 成功的赏赐者 今天总结 在我们成功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成功报告表 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些成功报告表 你没有就是看到自己 没有就是看到那些受惠者 你要看回神 都是当中 你要看回还有一帮旁观者 在留意你 我们要小心处理成功报告表的受惠者 很多时候 这帮受惠者 会令你飞到上天 觉得你很聪明 很成 给你聪明 聪明 这两个字你听 你就很开心 我们一定要将成功的荣耀 归回成功的上次者 在我们人生当中 有什么可以跟神相比 所以请敬拜小祖上次来 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给我们思想 人生 除了神之外 就算我们多么成功 就算我们多么顺利 但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 有时候 我们都是 失去了一些东西 请敬拜小祖 我们有首个回应诗歌 无可相比 去思想 我们这位神 可等的偉大 可等的爱我们 我们跟祂可等的亲密 无可相比 我们一起起立 而唱这首歌 我们有一个 忠心的回应 祝你一转 但无人一声 愿意先 愿意先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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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公愿着我需要 你的人为 总没缺少 若在幽谷 你对手我伤 全能叠绝 你是安慰部长 你使我安居你家 你使我安居你家 仇敌爱责也不怕 有你爱我 將黑暗畫我 同銀河 擁抱聖火 心中有著你 便不驚放 不惜人蝶 於天邊飄光 若敬拜你 深深愛舞著你 流浪同行 走遍大地 指引你大愛 無可相比 一生贊重你 將一切奉獻都為你 一生贊重你 將一切奉獻都為你 親愛因主我們感謝你 主要你讓我們知道 我們一生都是屬於你 無論我們是成功 甚至乎有時候失敗 我們知道有主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每時每刻都是紀念著你 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成功是來自你 願榮耀重贊歸回給你 讓我們身邊的旁觀者 從我們的見證當中 看得到耶穌基督 感謝你 以上的禱告 奉獻耶穌基督 永祈祈求 Amen 大家清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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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